哈喽大家好 今天妈妈厨房介绍一款红包扇子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点个赞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分享出去 我们接下去看 红包扇子 材料有 红绳子 姜糊 剪刀 电数机 酸面胶 16个红包袋 一个吊式 我们接下去看 红包袋 上面是白色的 跟它涂 干姜糊 不能够用湿的 如果你用湿的话 红包袋湿湿的 就不能够用了 然后涂好了 把它折下来 16个的是重复的 拿一个红包袋 这里是上面 这里是下面 刚才有粘住了 就不要折它 折下面 折一半哈 折一点点就可以了 因为我要它的线条 折了 然后来折 这个 折的地方 跟这里煎形 跟它折进去 折了一定要有它的 线条 你压住它 你压住它 两边都是一样 都是要压住它了 一定要有它线条 这样子完成了 它的形状变成这样 因为刚才有折一半了 所以它就变成这样 折完成了 现在我要分成两组 每一组八个 现在我要拿一组上来 先拿两个红包袋 把它连接在一起 要跟它们放平哈 对这条线 顶上来 不要太下 两边都是一样的 对平哈 就这样完成了 两个两个顶起来 现在要把它四个四个 顶起来 一样要对平哈 把这籽顶起来 对平了 把它叮起来 叮得两个也是一样 把它们顶起来 都是重复的 因为两个两个钉起来 它会比较容易 如果你一次过钉完 没有钉足迹 钉完了 四个四个钉了 就把它们连接在一起 把两个连接在一起 一定要对平它 顶好了 我的形状就是这样 这个是里面的 这是外面的扇子 其实很漂亮 另外组也是一样的 重复的 现在我拿一条红绳子 把它打结 因为要钓起来的 所以一定要打结会比较好 它就不容易钓 然后你要算四个 一二三四 每一瓶四个的中间 中间了 如果用玻璃胶纸来讲 它会掉下来 所以我用钉手机把它钉住 钉手机钉的话 它就不容易掉 然后钉两丁 两切就可以了 两次了 你看你怎样拉它就会掉 然后还有雕饰 雕饰也是一样的 但是你就要拿一个红绳 不管什么绳子都好 把它放进去 然后把它们顶起来 再小个一点把它们顶起来 因为等一下它要塞进里面的 因为等一下它要塞进里面的 锅两次就可以了 把它放在一样的 一二三四 在里面 因为这里很窄 所以它不用 会掉下来的 就这样 现在我要粘酸面胶了 八个都要粘住酸面胶 整条粘完 然后你连接在一起 它不容易开 这里也是要粘 这里也是要粘 大概要剪 这里也是一样 要粘住它 就这样完成了 酸面胶只能够放一遍就可以了 不需要两遍 然后吊丝一定要放进去 如果你没有放进去的话 等一下 你要放进去就比较难 然后把它绑过来 下面这个把它打开出来 把它放进去 这里是这边的 每一个都是放进去 第一部那个要打开它 全部都要打开它 这样 它反过来 下面就要跟它撕下来 一定要对住它 连平它 每一个都要撕掉它 黏住它 每一个都要撕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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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住它 都是重复的 都是重复的 是不是很容易 在家的你也可以自己做 然后这里 上面这样 一直要把它撕下来 我们反过来 把这里 上面这样撕下来 把它粘住 这里也是一样的 上面脚也要是把它撕下来 就这样完成了 我的红包蛋纸已经完成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点个赞 别忘了打开小单 分享出去 也祝你们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